是逢马中建交50周年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探讨 让部城和上海地结成为 姐妹城市以取人之城补给之断 那房地部就预计 9月16号马来西亚日之前 就能够向内阁来提成建议书 房地部长尼克敏今天 在部门公布上半年工作报告时指出 他在上海官房之后发现 我国可以在智能城市领域 多和上海来学习 尤其在城市的综合监控方面值得参考 他认为由于上海设有脸部识别系统 一切都是在高清摄像头的监控之下 虽然确实存在居民隐私的优患 但也让罪案无所遁形 他不排除我国未来 也会落实这种先进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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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